南投市罹患失智症的真姓老翁 一室想吃牛肉面 昨日早晨未告知家人外出后迟迟未归 家属与中心警消 从下午找到晚间未找到人 今晨动员近50个人扩大搜寻 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人了 家属直呼幸运 更感谢景一消的协助 南投市罹患失智症的真姓老翁 在昨日清晨于家中外出迟迟未归 家属以及中心警消于下午协巡 一直到晚间未过 京城又动员了近50人扩大搜寻 真姓老翁的儿子提及 父亲最近抱怨想吃牛肉面 有可能又突然想到就跑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中午也没有返家 众亲友及的四处找人 他最近就是这几天就不敢骑机车 当然就有抱怨说机车要死 为什么把他收起来 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驾驭机车 所以把钥匙收起来 不让他起 但他有一点生气 他出门之后 出门之后就 就是邻居也有看到 他走到哪个山路上去 但是是不是有往上爬 还是说走到半途 因为最近体力已经不是很好 行动很迟缓 从外表走路的样态 现在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很迟缓 有十字的情形 大致上我们今天分为三组 一组在他的住家周遭范围 我们为一组作为说所 第二组的话我们就成 就是他一个登山步道 就是他住家后方一个登山步道 我们就是由第二组来做搜寻 第三组的话就是他常去 所谓的雾龙山里面的工作场所 那边的话路程会比较远一点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就 今天大概早上的重点 大概是在这个方向 中心消防分队表示 目前锁定住家周边 大批登山步道以及山区陵路 近50人拆成三组地毯式搜寻 然在登山步道附近产业道路 发现有蜘蛛网破裂方向怪异 研判老翁误入 深入近一公里的蜿蜿山路 果然发现老翁虚落地躺在草丛边 就是地图网那儿 大家觉得有蜘蛛网 大家觉得不可能过去了 因为有蜘蛛网嘛 可是我觉得蜘蛛网破一半 表示有人穿越嘛 而且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 如果是很多人 他就会把蜘蛛网全部弄掉了 南投现议员曾正言 以及内心里里长曾登律 在第一时间也加入协巡 接获人已经找到的消息 都相当高兴 也感谢锦衣萧的帮忙 让家属可以放心 我就第一时间 就拜托我们的重庭 分局长 就联络我们这些 附近这些所 国民所这些的带人 跟重庭所 附序所 跟运行所 跟我们藏这些 泡河兄 在新所队 我们地方的里长 大家都藏 也找到九点外 也知道 还有派我们做 重力分队 超顿分队 南投分队 重庭分队 泡河兄 在下午8点就在我们做山坎一盒 在下午8点20就联络了 联络的时候 我们酒头的榜河就高兴 好感谢 人一切变咱随 我们早上的宝 两点午8就开始 在我们山坎一开始一直联 今天10枚也联络了 也很感谢我们 重庭仪肖 跟我们大秘所 我们神助队 跟我们所有的仪肖 这些兄弟子 跟我们藏医院 都很认真地联 可以刚才出来联 差不多十多分而已 就联络了 这就真的是很欢喜的事情 人们又很平安 感谢我们这些 兄弟子 二小姐兄弟子 再次感谢 先议员曾正言 获知庄内有长辈 孔明师山区 除了协助找人 更紧急动员 金城也帮忙协巡 而且在第一时间到场关心 亲友获知人找到的消息 除了感谢协巡的紧密销 也直呼等老翁情况稳定之后 一定带他去吃牛肉面 接解馋 对 对